字幕志愿者 录音 李宗盛 我说这个就是一个轻轻曲折的过程 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學習二胡 一邊練習、參加學員 最後到中五的時候 因為沒台會考 媽媽就有建議演藝學院 你又喜歡玩音樂 我就想試試考演藝學院的音樂學院 但最後一次面試的時候 在兩個人之中就選了一個 但是沒有認識的那個不是我 當時就蘊喜偉教授 中學系的主任 就打了個電話給我 就問我 家樂你有沒有試試試試試試 學習一下戲曲伴奏 當時我就想都沒想 就覺得中五畢業之後 我已經有一條出路 都不用擔心 可不可以升中六 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就選擇了這個 中國戲曲的過程 因為學院學習最困難 其實第一天已經很困難 因為第一天我們平常知道 發生什麼事 收到一份譜 那是減補 那減補我們很開心 看到減補 那些玩樂和大家不同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的語劇 有一個比普通的文樂不同 我們的語劇 平時都會比文樂 較高五個音分 我們俗稱叫C20 甚至較高一個小音度 即將我們的樂器的定言 較高一個小音度 平時例如我們 高會是GD 我們會選G-Sharp和G-Sharp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粵劇有女文武生 即是我們著名的女文武生 尹姐、孟建輝女士 如果會上C20 會太低 因為音高會太低 所以我們就不停調高一個定義 希望可能適合女性文武生的音樂 就是這樣 是的 當時玩的時候 我們平時教好了自己的樂器 我拿了二輪牌的DA 為什麼呢 明明都是C調 明明都是那些數目字 都是那些減補 玩出來 差那麼遠呢 第一天就面對了這個問題 然後在其他的課堂裡面 都看到一些 粵曲傳統的唱腔 他們的波王 他們的波王是很可愛的 是沒有譜的 你知道嗎 在譜譜裡 看到一些 Hero 一個譜譜 一些一點 一個交叉 一個交叉 一個交叉下面 一條底線 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 比較高年級的同學 就慢慢玩出來 然後我心裡 為什麼 補得那些字 L交叉 你就可以玩出來 原來 其實他們中間 是有一個既定的格式 然後 我們玩樂曲 去塔王幫忙的時候 都會跟回 那個曲詞的字去塔王 然後他們知道他們 會在什麼 燈脈左右 放棄 都沒有那麼多放棄 因為我自己的角度 就是既然我學得這些東西 我就盡量去學習 我希望 我 既然是做了這個行業 將 搭了一隻腳 甚至整個身 這個行業 我希望都可以為這個行業出發 我媽媽就去看大戲 我帶了我去看 就看梁紹明的雙春綠文龍 又打又成這樣 很精彩 我就自然站起來 就拍手掌 我直接跟她說 我要學這個哥哥那麼厲害 開始了學戲了 開始了學戲之後 就 到達轉聲 我學了幾年 開始轉聲 那就 轉聲 所以 前輩都說 不如你試試學其他東西 暫時放下才做戲 不要影響自己的聲音 這樣 那好吧 好吧 又聽一下長輩說 試試學羅古 又試試學二虎 這些 這樣 希望能夠幫到自己做戲 或者 現在可能會這樣想 但可能那時候 反正都沒有工作 就 找些興趣去學一下 反正又 學了做戲 就學一下相關的東西 這樣 那就 去學學羅古 那其實呢 學羅古也是一個 有少許有趣的插曲 就是 都是我媽學先的 我媽學了一年 然後我去看她 她是在白和學 她在高山劇場 學了一年 她們整班 師奶同學 叫做 師奶同學 有個匯報 給觀眾看的 那我就去看 然後看到 她們學了一年的師奶 是很不齊 就是 打出來 是真的 好像未學過一樣 那樣 那我就 小小時候 真是 紅心壯志 當然 就會去踩媽媽 踩媽媽 就說 媽媽你學了一年 都不知道你學什麼 我都會 我聽你 我聽你 我都會 那樣 整整一下 就是我第二年 我就走了去學了 那第二年 學 上了兩三堂 那老師就叫我跳班 叫我跳我媽媽的班 就和我媽同一個level的班 那就 可能又給老師 就是讚少少 那都會開心的 那就越來越有興趣學了 是了 那學了一年 我第二年 我又再學了高虎二虎 是了 那大概我的歷程都是這樣 一路走一路走 那 所做 基本上自己所做的事情 都關於粵劇史 是的 可以這樣說 粵劇就是我的生命 就是 沒有了粵劇 可能我就會 不單止沒有了工作 我沒有了興趣 沒有了我的使命 其實粵劇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粵劇好像是天生給了我一個使命感 要去全揚這個藝術出去 就是以前不會懂得這樣想的 就是以前 剛剛學的時候 就當興趣玩一下 但是越來越做 下去的時候 尤其是有時候做一些比較有質素的演出 就會覺得 咦 我好像 在這個世界都有一個價值 都好像是做一個全揚的工作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有使命感 如果我要看將來的發展 我覺得是 好 很有前景的 也可以這樣說 是嗎 有前景 因為現在普遍呢 演員上面 包括演員 或者我們 我們叫 樂師 都素 就是那個質素 越來越上 提高的 越來越提高 演出的水平都 都不錯的 我覺得 加上現在的媒體的宣傳 或者政府的資助 政府的推廣 其實比起以前 會令到更加人知道 越劇是什麼 起碼現在中小學 都會有 越劇的教程 會更加多的推廣工作 在各個學校去做 其實這件事對於我們 越劇的從業者來說 是一件很好的事 其實我最初學戲的時候 我是很深散的 但我很喜歡 但為什麼我會很深散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很深散 看到老師教這件事的時候 很自然 那件事入了我腦裡 我會想其他件事 練習的時候 我會自己去想另一件事 然後彈彈彈 原來這樣就作曲 然後自己又再開拓另一個思維 好玩 自己又再創作了很多東西出來 還有自己好奇心很大 什麼都很喜歡去學 看到別人打羅鼓 很帥 那我就跟師傅學羅鼓 看到老師打陽琴 很好聽 豬落肉盆 就跟他學陽琴 做戲 看到別人打關斗 很厲害 自己又去學打關斗 我寫劇本的時候 我要考慮演戲 要考慮音樂 要考慮音樂 要考慮演員經驗 不夠時間換衣服 那段戲 又要加一場戲 故事編排 其實很多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 好奇心 我覺得都很重要 可以無窮無盡的可能 其實粵劇都有很多 可以有很多種 林聰野斌 對我來說 有兩個經歷 第一個經歷 就是當年我中午的時候 老師想我演 在聖誕聯歡會 在學校的聖誕聯歡會 演一個戲 我選了林聰野斌 為什麼呢 因為林聰野斌 是很多動作的 很多舞蹈的動作 很多身段功架 又唱又做的 動感大 自己很膽粗粗 因為沒有粵劇的劇本 找不到 不如自己寫吧 不如我在這句詩的旁邊 我自己作一句 作一句 作一句 創作就是這樣 將一首傳統的唐詩 改成了自己寫的另一首詩 然後自己又再寫小圖紅 又再寫不同的曲詞 令到給了我信心 我就是在聖誕聯歡會 自己編寫 和自己做 做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根據 用昆曲佩艷玲的動作 來做一個藍本 其實都是用他的動作 來化成粵劇 怎樣可以從自己的故事 從自己的本能出來 做一個戲曲的動作出來 而不只是老師教就這樣做 老師教就這樣做 經驗就是這樣的 那次在排練室裏面 老師就開了一個孫子 老師就叫我 在孫子那裏用文寫一個字 我就選了林聰耶賓的賓字 這個賓字一寫的時候 他說不需要很整齊 你用你自己的感覺 用你自己的氣場寫出來 你可能一個人一橫一撇一辣 然後中間的土字 土樣有多長呢? 裡面有多多土呢? 然後到最後 我用了一個走行 來寫那個賓 最後的兩撇 寫完這個賓字 老師叫我 帶著這個書寫的經驗 進入一個區域 一個空間 老師給我寬了空間 老師叫我 你自己的身體 就是一支筆 你現在在這個空間裡 空間是孫子 你用剛才書寫的經驗 現在 用你身體寫一次出來 哇 這一下 我就 由一橫一撇一辣 怎樣 將自己的念頭 來馬上當下 擺入在這個空間裡 土樣 用我自己身體氣曲 潛在已經有的經驗 全部在自己裡面 流露出來 當下怎樣用我氣曲的東西 來寫回一次的賓字 我未試過打船子 會打得這麼自己的 就好像從自己裡面 說的故事出發 去到最後 林聰野賓是飛雪漫天的 我將每一個字 拆散了 飛開了 自己好像瘋狂狀態 在白雪茫茫一片之下 來講回林聰野賓 和自己當下的這個故事 對家國的情懷 對前路的看法 這一場的練習 是給了我很大的經驗 就是 戲曲 都可以很當下 戲曲 都可以從自己 從今天出發 在一陣子裡 是 很快